工作人员指引试打动线 喉咙快要喊破 回头一看还有大牌人龙等着消化 他们全都是要来打第三剂疫苗 我们早上八点多就已经拿牌子了 等了快两个小时才拿到牌子 很多人已经等很久了 越来越逼近啊 越来越逼近你家 所以还是打一下比较安全 以前多张的号码牌早上九点多就秒杀 疫苗好抢手 因为桃源疫情多点狂烧 中立区联邦银行群聚 目前已经累计14人染疫 吓坏不少桃源人 全是37个疫苗接种站瞬间爆满 有人打不到 失望离开 有人抢到摔倒 有啊 很少人回家的 哪走哪走啊 他们说没有得打 疫苗是充足的 那是现场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回去医院拿 再不够可以到卫生所调度 疫苗是充足的 现在全国还有700万剂的疫苗 那因为这是大战 所以一定会有排队 否认桃源疫苗荒 郑文灿一再保证绝对打得到 只是等待需要时间 这一头风打疫苗 另一头筛减赶进度 爆出群聚的联邦银行 附近的东兴活动中心筛减站 表定下午两点开始筛 民众不到一点就来卡位 现在有七个筛减站 那原始上还会再加开两个 病毒大军压境 人心惶惶 政府拼命加开筛减能量应战 13号的社区筛减结果 最快14号凌晨就会出炉 以简讯通知 对银行附近的居民来说 这一晚肯定难熬 欢迎新闻蔡雨智林嘉倩 桃源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